创新思维 创新者的教室 大家好 我是吴老师 在上一讲中我们了解了为什么需要创新 现在我们来探讨究竟什么是创新呢 创新顾名思义 创造新的事物 1912年 约瑟夫·熊彼得提出 创新是指将资源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 创造出新的价值 熊彼得界定了创新的五种形式 开发新产品 引进新技术 开辟新市场 发掘新的原材料来源 实现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 创新活动的关键是创 这就意味着创新绝对不会平白无故地发生 他强调人通过想法和行动二者的结合 在创新的过程中 确实存在一些有用的起点和有益的路标 而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是由彼此重叠的空间构成的系统 而不是一串铁絮井然的步骤 这些空间分别是灵感 构思 以及实施 灵感是指那些激发人们寻找解决方案的问题或机遇 构思是产生和发展 以及测试想法的过程 实施就是把想法从实验室推向市场的路径 1997年 为了解决非洲一些地区居民的缺水问题 有一家公司设计生产了一种 将水泵和旋转木马结合起来的抽水装置 也就是游戏水泵 用来替代传统的压缩式水泵 游戏水泵可以在孩子们玩耍转轮的时候 将地下水抽取出来 这个项目的巧妙设计备受好评 之后迅速地在南非 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 然而在不久之后 安装的很多地区却纷纷呼吁换回传统的水泵 原来呀 传统水泵充满一桶水 仅需要28秒 而游戏水泵却需要3分07秒 这意味着满足一个社区一天的饮水需求 孩子们需要玩27个小时 水的充足性显然不能得到保障 然而由于游戏水泵的构造也过于复杂 设备损坏时也难以得到及时的维修 不能确保供水的及时性 所以许多人认为创新就是新 然而我们从上述的例子当中发现 独一无二的新颖想法 有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 可以说创新的内涵应该更具有 深远的意义 因此我们来思考什么是有意义的创新 目前大多数的企业创新 都是基于现实问题的模式 这样做虽然能够提高效率 然而却缺乏创新的长远洞察 以及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向往 当今以及未来 人类的创新活动需要承担起 对全球环境 人类幸福生活 以及人类终极意义的探索等责任 有意义的创新应该从短期的商业驱动 转向长远的意义驱动 从以工程科技为基础的创新 转向基于人文 甚至是哲学思考的整合式创新 因此创新活动应当基于 以下三种要素的整合式思考 才能够体现出新时代的创新精神 第一 用户潜在需求的渴望性 创新的产品服务或者内容 一定是客户所渴望的 和别的产品服务或者内容是有所不同 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这里所强调的是新 是独特的存在 第二 创新技术实现的可行性 有了新的想法 并不代表就是创新 这样的创意还要能够落地 有技术和实力保证创意可以实现 具备实现的条件 第三 商业价值的可延续性 将独一无二的创意进行落地 并确保它可行 但是成本如果过分的高昂 价值无法充分的体现 这样的创新 我们则需要思考 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是否能够把它进行推广 使得大众所能接受 而不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资源浪费 也就是我们说的产品的可延续性 有意义的创新 这一充满人文特征的创新模式 将极大程度地提升创新 为人类所带来的整合式效能 也是我们每一位创新者 实现社会责任 历史使命最应具备的理想信念